离开草原的第一天 正式开启我浪迹天涯的生活 现在正式向鄂尔古纳出发 我现在已经到了鄂尔古纳市了 然后正会是在这个宾馆里面 我今天呢 本来我今天临走之前 我是想再给那个小哥哥弄顿饭吃 上次给他整成草原泡泡糖了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这牛肉煎的根本嚼不动 我今天特意买了那个啥 现成这种牛排 然后他今天太忙了没有时间 然后晚上还不知道忙到几点 我说那算了吧 咱们有缘再吃吧 我说我要干往下一站了 然后我就走了 这回到这个鄂尔古纳市找了个宾馆 然后先把这个牛排做了 我确实是好饿呀 然后他们这个房间给你看看 这个房间都是这种地毯的 我这没办法了 我想了想还是在卫生间弄吧 卫生间应该是能减 都准备就绪了啊 然后准备开始做 下锅了 但是我觉得我猫肚油有点放多了 反正了啊 看看看看 老带进了可香了呢 叫什么生活要充满仪式感 就这一瓶葛娃斯 我最爱的葛娃斯啊 这是我们哈尔滨产的 秋林葛娃斯 居然在这买到了 然后再配着我的小牛排 美美的一顿 带味的晚餐 我今天晚上又是选择的住宾馆啊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感觉我一下子有点适应不了 然后就是这么多天 好多人陪着我 一下又变成自己一人了 就是有点感觉有点有点有点 接受不太了 就是想再调整调整自己 适应一下 真得适应一下 所以说给自己弄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啊 仪式感 仪式感 仪式感足了之后 内心就充足了